作为CPU和GPU的双两玩家 AMD在2020年可谓是乐开了花 不仅凭借Zen3的超强性能和绝佳能效比 重新夺回了最长处理器的宝座 更是用RD2价格的GPU 去赶在这一领域的霸主NVIDIA 然而机攻马RX6800XT发布后 作为AMD老朋友的迅情 也是推出了RX6800XT海外版 那这款空气显卡具体表现怎么样呢 超级客也是利用了虚空技术 弄到了一块虚空显卡 那废话不多说 赶紧来随着超级客 看看吧 其实与其他厂生的非公版一样 迅捷RX6800XT海外版 相较于公版的RX6800XT 在外观设计和散热规格上 都有着不少变化 在外观方面 迅捷RX6800XT海外版 延续了迅捷的一贯作风 整体采用了双8PIN供电的三槽式设计 整卡长336毫米 宽130毫米 高5.7毫米 拥有一个HDMI2 两个DP1.4 以及一个USB Type-C接口 值得注意的是 迅锦的一贯传统 双8S的设计 自然也是没有落下 可让显卡在两种工作模式中任意切换 以带来不同的频率 功耗和温度上限 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硬件需求 除此之外 10加9.2加10的三风扇压触式设计 搭配全铝核心的黑色外壳 粗显了低调科技质感 同时三风扇还采用了PWM智能温控系统 并且都进行了静音设计 即便显卡处于高负载的情况下 也不会察觉到丝毫的噪音 另外为了提高散热能效 虚拟RX6800XT海外版还在显卡的背板尾部 特意进行了大面积开口 这种贯穿式的风道设计 不仅有利于空气穿透散热鳍片 而且还保证了其不会干扰到机箱的整体风道音作 这对散热有较高要求的玩家而言 完全称得上是贴心之作 然而也绝大多数的同类产品不同的是 为了避免显卡因长期横放而导致的PCB版变形等情况 虚拟还特意为RX6800XT海外版的背板进行了加工处理 以此保证了安全性 拆解部分由于时间关系 这次暂时就略过了 但玩家们要知道 虚拟的RX6800XT海外版用到的是19项的奢华供电方案 这也算是顶级肥工版该有的配置了 另外为了凸显低调奢华的质感 虚拟RX6800XT海外版在显卡的侧板上 引入了Radeon RX6800XT的信仰灯 这就算是放在虚拟的产品里也是不可多得的设计 聊完了整体的外观 我们再来看看 作为SUMARGG老黄RTX3080的产品 虚拟RX6800XT海外版能否单起重任呢 这就让我们挨个测试 测试平台的CPU为R5 5600X 内存为16G比明运堂4000MHz双通道 主板为微信的MAG B550M迫击炮 对比的显卡采用的是非公版的RTX3080 通过GPU-Z发现 虚拟RX6800XT海外版的机种频率为2110MHz 加速频率为2360MHz 比公版高出了110MHz 在利用甜甜箱烤漆10分钟 虚拟RX6800XT海外版的核心频率 就稳定在2150MHz 满载功耗大于290W 但温度方面却出人意料地维持在了72度左右 风扇转速也不过950-1000转左右浮动 不得不说 NorA卡有这样的表现 迅凝在散热上的堆料确实够足 紧接着在3DMark的Time Spy测试中 迅减RX6800XT海外版的最终得分为17487分 比RTX3080要高出16% 在Time Spy Xtreme测试中 迅减RX6800XT海外版的最终得分为8551分 比RTX3080高出了10%左右 在PowerRail光追测试中 迅减RX6800XT海外版的最终得分为9047分 比RTX3080低了11%左右 在Fire Strike测试中 迅减RX6800XT海外版的最终得分为50226分 比RTX3080高出了36% 在Fire Strike Ultra测试中 迅减RX6800XT海外版的最终得分为12577分 比RTX3080高出了28% 从测试结果来看 除了在光追测试中的成绩 不及RTX3080以外 迅减RX6800XT海外版 无论是在DX11还是DX12中 都是毫无悬念的领先对手RTX3080 脑海里顿时浮现了6个字母 当然理论成绩只能作为参考意义 实际性能还得看游戏 为此超级个对此进行了测试 前如非光追游戏在2K默认最高画质下运行 光追游戏在光追全特效下运行 首先是在刺客线条1002K最高特效下 迅减RX6800XT海外版平均FPS为90-100帧 RTX3080平均帧数为65-75帧 在荒野的白鸽122K最高特效下 迅减RX6800XT海外版平均帧数在90-110帧 RTX3080平均帧数为80-95帧 从测试结果来看 面对现在的主流3A大作 迅减RX6800XT海外版应付起来算是绰绰有余了 不仅比RTX3080强人不少 而且在某些游戏中还能达到定径标准 如果再打开SAM加成技术 那么表现将更加亮眼 不得不承认苏妈的RDN2架构确实强悍 测试完了主流游戏 下面再来看看对于光追游戏 迅减RX6800XT海外版有怎样的表现 首先是在滚木铃2以2K光追全特效下 迅减RX6800XT海外版平均FPS为65-80帧 RTX3080平均帧数为75-88帧 在开门口军团2K光追全特效下 迅减RX6800XT海外版平均帧数为35-45帧 RTX3080平均帧数为60-70帧 在控制RK光追全特效下 迅减RX6800XT海外版平均帧数为45-55帧 RTX3080平均帧数为65-80帧 从测试结果来看 用光追核心的RTX3080果然可以为所欲为 在光追方面苏妈还需要努力 最后做个总结吧 作为一款游戏显卡 迅减RX6800XT海外版的游戏性能 应该可以满足绝大多数高端玩家的需求 而在外观散热PCB用料和超频性能方面 迅减RTX6800XT海外版的表现 更是达到了目前高端显卡应有的水平 同时作为AMD重返高端旗舰的标杆 RX6800XT用实力挑战着未来 那如果还想来更多一些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te强 我们下期再见